联邦安全监管机构表示召回40多万把专门在好诗多店面销售的SUNVILA太阳能庭院散,因为这款产品可能引发过热起火的风险。 且这一次的召回适用于2020年12月公开销售一直到2022年5月的10英尺长太阳能LED庭院散。 对此,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表示,SUNVILA公司已经收到至少6份关于过热起火的风险报告,其中5起事件都出现太阳能电池板或雨伞起火,其中一起还关于吸入有害烟雾的意外事故。 联邦安全监管机构呼吁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使用这些庭院散,并建议消费者取出太阳能电池板球,将其存放在远离阳光和可燃物的地方以避免发生意外。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